今天分享一道超级下饭的麻婆豆腐 先用最韧的豆腐改刀切块 碗中准备盐、生抽、料酒、花椒粉、辣椒粉、白糖 两勺清水 来点老抽调色 先把酱汁准备好,省得手忙搅乱 准备工作到位了,炒菜就不会那么累 水开下豆腐,是为了煮掉豆腥味 你随所一个爱心对我影响很大,记得点一下哦 把锅烧热,下油 下猪肉末或者牛肉末 炒出干香味 葱姜蒜末、豆瓣酱 炒出红油 闻到一股辣香味 下调好的酱汁 把酱汁煮开,倒入豆腐 开中小火,慢烧 可以轻轻推一下,不要搅烂了哦 烧了三分钟,豆腐入味的时候 玉米淀粉对水,先勾第一次芡 再勾第二次芡 芡汁一次要比一次更稀 总共要勾三次芡 收汁亮油,即可出锅装盘 如果你想学做菜,主页还有更多详细美食 不要错过 你开的店,要是因为这道菜回头课多了 记得告诉我呀 抖晕 在概括下,我就会编锅装盘 各位介绍